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请坐 欢迎来到天津卫视《非女魔术》 我是土雷 欢迎来到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来 我们掌声送给15位嘉宾 来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马上就要上场了 我非常地紧张 所以我也要喝一个长知识 希望一会儿我能在舞台上发挥得很好 加油吧 我来了 张岳 女22岁河北人 天津师范大学京工学院 波音语主持艺术专业本科 大家好 我叫张岳 我呢 是一个两面派 陌生人连里的我是一个高冷严格 时效观念强的人 而熟人连里的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一个纯画牢 我的准则就是要么不做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今天来到这儿想找一份与 上尔主持老师或者新媒体运营方面的工作 或者各位企业家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哎呀 张哥的经历很奇葩呀 还好 因为我就是是大学生 我现在上大三 然后我在兼职的过程中 主要是在教小朋友们波音主持 总会遇到一些奇葩的家长 比如说他们今天来跟我说 你这么想能教得了我家孩子吗 然后我就会给他上堂课 感受一下 然后大家听他们听了以后 就都报名学习了 就说你很容易搞得定家长的 小朋友也很能搞得定 真的 真的 你的方式是什么呢 特别受小朋友欢迎 我也不知道 特别受小朋友欢迎 哎呀 天哪 什么样的孩子你都能搞定 比如说我们那儿有一个孩子叫陆米 这女孩就特别难搞定 你比如说陆米上课的时候 老师不愿意起立 叫老师 你怎么办 那就坐地上吧 你说坐地上凉不凉 裤子脏不脏 妈妈今天给你洗衣服这么干净 你就上这儿来坐地上吗 你应该认真对待每一个对你好的人 我来 我叫认真对待每一个对我好的人 你都十岁了 不知道什么叫认真对待对你好的人吗 对啊 但是老师你也没有认真对待我呀 我现在就不想站起来 那老师上课是站着 那你坐下 你看他就没有站着 他因为老师没有叫他回答问题啊 我老师叫你能不能体力一下同学 你为什么那么配合呢 你不要配合 陆米啊你感觉他真能搞定 我觉得不是特别能搞定 我觉得他没碰上更淘气的孩子 对 他没有就是真正的是一个小朋友放出来跟我交流 其实他其中说的是 把自己也当成小朋友这个点 我也就是想说 但是我没有说得到 所以就有点遗憾 你今年是毕业了还是大几啊 大三 大三就想工作了 因为我大四 不缺钱 也不是不缺钱 缺大钱缺小钱 缺大钱 但是我这个年纪 你缺大钱 也没有多大 你缺什么大钱 说来听不定 我想买相机 相机 喜欢摄影啊 想培养一下 所以你这么早马上想要工作 是因为你有事业心呢 还是就是想挣点钱买个相机 我特别喜欢上班 我早出晚会把自己弄得很忙 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你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呗 一定要折通出一点事呗 对吧 所以你不介意加班吧 不介意加班 我挺小的 天天加班都可以 不介意 这挺好的 其实还有点小 所以我不太明白大企业里面都是 张晏 你现在是大三 对 三月分开学 也是大三的下班学期 你还有很多必修的课程 是完成不了的 没看妈妈来了 你看你多像妈妈的样子 姐姐好啊 别妈妈 我已经 因为我已经拿到课表了 所以我 你学习成绩怎么样 还可以 回复妈妈 挂过课没有 没有 没有挂过课 拿过奖学金 怎么样 妈妈你同意吗 我对妈妈不同意 来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背景资料 你解读一下 第一个是少儿主持老师 这是我带他们比赛的一些照片 还有他们的得奖的荣誉众书 他们的节目全都是我自己来编排 带他们一次一次演出排练的 第二个是我大一的时候 参加模特礼仪 还有主持活动的照片 这个是我在天津师范大学校园广播 负责新媒体的运营 这是我做的公众号 然后我做的一个广告类的平台 尤其是在大学 太耀眼会遭人背后议论 太平凡会被人欺负 在适当的位置停留 也是一件难事 请解读一下这句话 背后的心境是什么 就是我还是想远离这些朋友 过来 这句话 你读出了这个女生心里的心事吗 其实她还是觉得 自己比别人优秀一点 就是特别自嗨 有一点 特别有优越感 有一点 哎呦 尤其是在大学嘛 太耀眼了 别人议论我 我要是装作太平凡 别人又欺负我 哎呦 人呐 做人真的好难呐 就这个意思啊 对对 那张云你想过没有啊 就是因为你这种追求时尚 可能是不是因为跟同学 有点格格不入 所以他们才会觉得 就是背后讨论你啊 不会吧 我觉得我的朋友都很很漂亮 怀疑她特别喜欢别人背后讨论 怎么可能 你还笑的吗 不是 来来 下一页 没有了 没有了 啊 那个我有我做的一些平台 想请工作人员拿上来 你刚刚那个PPT 拉到一万左右的那个 是一万阅读量左右还是 不是 是一万块钱 你就发一下 先发给妈妈 啊 啊 啊 就这个进去月一档 这个妈妈进去月一档 大家看一下手上的稿子 好 这个是我拉的一个赞助 给他们做的一个平台 我因为我就是太多了 我就随便挑了一个 这个说实话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打印这几页上来 就是我我大概翻了一下 没有盖得到这个点 到底是啥呀 就是我自己的公众号 就是我自己发表公众号上面的文章 爸爸没看懂 妈妈说 来 爸爸说的对 哈哈哈哈 这这真是模糊 哎呀 来 小叔替你挣点光啊 我觉得至少 他这个公众号是合格的 因为有图片 有视频 而且把事情说清楚了 我觉得对一个基础公众 基础公众号的运营来说是合格的 我也很喜欢这些亲戚 他们都跟我开始认亲 我觉得他们都对我特别的好 我就是起码是建议里的 就是帮助那些建议 我觉得我都应该听取 所以你今天做的新媒体编辑 主要是做文字编辑 还是指排版 排版吧 排版 你的排版的风格是什么风格 什么风格都有 我今天就是心情特别好 我就可以排版出一个很搞笑的 为什么不好呢 那就忧伤一点的嘛 好 这个你要求薪资多少 实习工资 三千 真是不高 很接地气 有地域限制吗 北京 天津 只在这两个地方 别的地方绝不考虑 最好 第一轮选择取货率 谢谢 好 全流 谢谢 来 天生我有财 天生我有财 这孩子给大家带来一段舞蹈 他除了漂亮之外 他有一种鲜然的亲近人的这种气质 那可能跟他也平时做过这种少儿教育有关 我自信了 我觉得我以后也能够更加勇敢地站在台上 也不会再怯场了 因为我以前总会担心我会怯场 我很怕人 我觉得他首先第一点是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改进尝试 并且在尝试当中能够不怕碰壁 这个我觉得让我看到了他身上的那股韧劲 而且他的那个纯真和纯粹是有理由的 看来你是用你的可爱和清纯打顿牌子和其他人 我就觉得特别好 青春无敌 然后一点都不做作 然后就是整体下来的时候非常流畅 特别特别好 我觉得 好 谢谢 我们来进入资产青山课堂 年会上领导对大家说 我们实行开放式管理 有充分自由发挥的空间 把员工当成自己的家人 来 言下这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他这个自由发挥 这有一定的意思 他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我们在职场工作的时候 可以把自己的意见 或者自己的想法展示出来 但是当家人也是因为 我们家人对家人什么样 就是也要尊敬 所以我们在这个职场里 既要有自己的空间 也要为公司着想 我觉得他说的挺好的 就是领导可能是希望大家 就是自由发挥 然后各自努力 然后把员工当成自己的家人 然后互相之间 其实是应该有一些包容和配合的 那我就想问一下各位企业家 真的能够把员工当成家人吗 这是一个谎言 这一定要大家切记啊 职场它不是一个大家庭 它是一个大家合作 做一件事情的关系 千万不要把这种关系搞混 其实也不一定 不是 我觉得这个是个伪名题 因为家人的概念是什么 我觉得你是家人 你也觉得我是家人 即使是企业家把员工当成家人 未必员工也会把企业家当成家人 我们在场的企业家 有说过这样的话吗 没有 但是我觉得没有 但是当你这个企业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企业最讲的是公平 那个时候就不要你说 无私的奉献 我奉献多少 我会回馈给你多少 所以公司大了以后 他不会讲出这种 但是这个企业真正在社会中 企业要生存的话 它这企业必须得有竞争力 要有竞争力的话 它在员工内部 实际上它是一种厮杀 很多时候是这样 所以说企业经常会解雇 那个不能跟着部队一起走的人 所以说我们觉得一个企业 就像一个球队一样 能上场的活下来 上不了场的被开掉 张岳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学的是 播音于主持专业 对吗 对 那为什么找实习的时候不从本专业入手 而从就是另外一个维度当中去曲线去 并没有训练到自己的本专业 第一是因为播音主持特别不好就业 我非常了解 自己可能不是这块料 我觉得我面对很多人有点紧张 所以尝试和小朋友们接触 我觉得还很开心 第二是因为我喜欢写媒体 我喜欢写东西 我喜欢编辑东西 就是大家看到了以后 然后有点击量 然后有评论 我特别开心 特别满足 对 张岳 那小姨也问你一下吗 就是你毕业以后 你是还想做的主持人 还是想去做新媒体 想做新媒体 就是说其实你终极目标 就是想做新媒体运营是吧 对 想 三千块钱 对 最好在北京和天津 对 其他地方不考虑 对 新媒体编辑 对 是吧 来 第二轮选择去获得 还有十二盏灯 谢谢 请翻牌 监客为给你提供新媒体 运营助理的岗位 工作地点在北京 张正斌 在北京 然后是新媒体助理 随声声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新媒体编辑助理 在天津 我们在北京 梅尔木演科医院 新媒体运营 执席岗位 然后给你的是四千家 谢谢 小王要给你的是 我们微博的 品牌的专员 也是以我们的微博为主的 内容类 在深圳 4K 职场人的互联网大学 下班交易站 给你的岗位是 新媒体运营 不过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岗位 是直播主持 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松鼠AI 也是专门从事 幼少儿教育的 所以呢 我给的是四千家 职位是新媒体运营 地点是天津 北京任选 我给你的职位呢 是新媒体运营助理 然后地点是在北京 老李好 提供给你的岗位 是新媒体运营 工作地点呢 在北京天津 两个地方你可以任选 金山云的这个 新媒体的编辑的实习生 然后呢 我们是在北京 然后给你三千 张悦 我反正支持你一下吧 因为我能提供的岗位 是在上海 他不是想去上海的 其实是 好 请翻牌 所以新媒体专员这边 对 四千 四千 好 考虑一下啊 留下两盏 剩下的灭调 去吧 去吧 谢谢 谢谢 有请张萌赵小夜 谈钱不上感情 来 请揭晓 来 你这个 心思要不要谈 实习 不用了 不用了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就是 以后我的提升空间 有多长 都喜欢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得靠自己 因为我在实习期 所以 我们期望能够成为 全中国最好的 青少年体能的 内容的输出方 所以我们未来将会做 很多的这种视频的拍摄 然后这个媒体的上传 然后包括我们还 因为我们自己 还有公关公司 所以特别期待你能加入 我觉得我特殊看中你的 就是波音语主持 这个领域的专业 其实有的时候 不见得我们要轻易 放弃自己的专业 而我们作为互联网教育的 领军的企业来说 我觉得能给你一个 发展的空间 我发现你是一个 闲不下来的人 我自己也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 这一类型的人 相同特质当中 更容易懂彼此 所以我也愿意成为 你第一家入职的企业当中的 那个引领者 以及真正可以助力你 去往前进的人 你呢 其实更想成为他 我猜 但是其实你更像他 你成为不了张萌 来 你考虑一下 都是北京 都是北京 十秒 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随风奔跑 下班加油站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 下班加油站 去吧 张萌企业家 我特别喜欢他 因为他的理念 就是又盲又美 我觉得跟我特别的匹配 我想先把自己 再提升一提升 然后再去到岗位里后 再努力学习 然后希望再升高一点 曾经我是一个舞者 今天来到 非女莫属的舞台 想找一份踏实的工作 上场之前 喝一包 长知识了 希望今天在台上 能有好的表现 腾青川 男33岁四川人 防灾科技学院 网络工程专业 大肆在门 大家好 我叫彭京川 京是北京的京 川是四川的川 是在北京长大的四川男孩 喜欢唱歌 喜欢跳舞 做过销售 做过舞蹈老师 今天来到 非女莫属的舞台上 找一份有关于活动策划 或者是授钱工程师 或者是项目助理 之类的岗位 谢谢 你是跳街舞的是吧 对 四川人 对 四川人 哎呦 这字写得真够丑的 一般写字丑的人 能力比较强 是吗 那说说你有什么能力吧 在学校当了两年的街舞社长 然后举办了多场的街舞比赛 和街舞专场演出 然后整个活动的 从写策划到审批策划 到与各个嘉宾谈 邀请他们过来 和以及就是学校这方面 都是一个人去完成的 除了现场的布置 这些需要手下的人完成 也有这个销售能力 表达能力 因为之前有过这个销售的实习经验 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 做这个信息流广告的这个销售 你这么有个性 怎么会去做销售 因为就是比较爱说话 比较善于表达 然后比较能够揣测人的心理 真的 就是我感觉就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哪句话该说不该说 那我们试一下 OK 卖一下知识前来 明朗文化的赵总 赵总好 你好 我知道咱们公司 现在做这个烧儿篮球培训对吧 是 对 这个体能培训是一方面 这个智力培训 也是现在烧儿需要的一部分 对吧 得知情美劳全面发展 对呀 所以在体育培训之后呢 我们可以说 他们运动之后比较累了 我们可以给他来一些 补充体能的 或者说增长智慧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长知识了 因为体育吧 它不是一个就是说 纯体力的东西 一般体育好的人 他智力都不低 所以 那我们是通过 让他提高他的血液里面的 含氧量那个 然后来让他记忆力好 但是他运动之后 我们一般是会给他 补充水分更多的呀 而不是说补充酸奶呀 对 但是就是 如果说一个孩子 他特别喜欢体育的话 他的家长可能会认为 我的孩子现在喜欢体育 会不会耽误我的孩子学习呢 会不会他不爱学习呢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多喝一点长知识了 也许他的效率就会很高 我上课听五分钟 四十分钟在讲篮球 我照样能考一百分 这个我能跟家长说吗 首先啊 酸奶里边的能量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含量非常高 这个跟市面上的酸奶 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蛋白质呢 高达三点一克 跟市面上现在现有的 这个含量还是有相当的区别的 那你能先让我们的孩子们试吃 然后如果家长们满意 你再给我收费吗 这个我只是一个销售 我做不了主 那我回去跟我们的市场负责人 商量一下好不好 好 那 谢谢 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 就是他找的是我们青少年这个点 那其实我们经常给大家讲 给我们的学员和家长讲 身体好是学习好的基础 他当时这个点打的 我觉得还挺准的 那个长知识 这个点跟知识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把它当成知识 对他的脑子开发什么什么之类 有关系的话 就是误导了 这是核心的东西 长知识 它的核心成分带知识的酸奶 这是核心的 所以说你去卖知识 和这个知识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没找到问题的 最本质的东西 你这样的话呢 就会把什么呢 企业的核心的诉求 没有表达出来 这是跑偏了 其实因为他这里面是有知识 他应该说我的知识 然后可以让 然后帮助身体 那个有寓意嘛 对 然后可以跟进 他补盖 他如果能把这个 就是说我这里面 除了含有水 还有大量的蛋白 产品的核心诉求 但是金川有一个 特别好的点 他作为一个销售 他守住了底线 金川是一个 有底线的孩子 刚才赵总去引导他 想拉他下水 让他给一些 这个过渡承诺 对不对 说可不可以给我的孩子试吃啊 对吧 如果是一个急于达成的销售 他一定会说 没问题 扛两心的上来 先给大家吃 对吧 你已经脱离了销售这个职位了 你没那么大权力嘛 我觉得这个 我和你的观点还不一样 我觉得你回答的 我还不满意 我这件事情 我回去要请示一下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一定会争取 为你提供这个试吃的 你不能说我就是个销售 变得就没有这个 可是我觉得他作为这种 基层的销售 他有这种很诚恳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销售不一定有那么多技巧 它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让客户喜欢它 销售有时候示弱特别重要 没发挥好 就是这个销售 这个考核就是其实 考验的东西 它不仅是你的推销能力 它还考验了你的反应能力 然后思维逻辑能力 就是其实还挺多的 我觉得这孩子其实真不错 看上去有一点 这个吊儿郎当的样子 但其实他真的在那一点上 是很多选手达不到的 很多选手脱口而出就是 行啊 我给你送两箱吧 他没有 而且他脸上露出的那种羞涩的 那种笑容 让人感觉到 他特别的坦诚 而且他上来之后 他迅速地找到了 随风奔跑的运动性质的 这样的机构 需要这样的方式来给孩子 我觉得他挺好的 我觉得在我的心中 可以打八十分 不错不错不错啊 你要求多少钱一个月 实习是低于四千 不低于四千 转正的话 尽量是六千起步吧 六千往上 应聘的是产品经理助理 对 项目助理 或者是活动策划的港 或者授钱工程师 销售考不考虑 电销不考虑了 那考虑 然后2B 2C的不考虑 2B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起点 就是2B的 然后我不是说2C的不好 但是我觉得2B可能更适合我 迫不及待想要看他跳舞了吧 那第一轮赶紧选择 第一轮选择 好 十五战灯全流 天生活有台 接舞 就是有能上来跟我学一下的企业家吗 来 许夏琳 我来这个舞台不是为了跳舞的 我是为了找工作求职的 邀请企业家上来跟我一起进行一个互动 一方面我可以尽聚力地接触着他们 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们看到我的这个亲和力 用力 用力 左边 用力 对 很简单 米哥 米哥 像僵尸跳似的 僵尸跳似的 这是迈脚 一下把左脚往右脚前面迈 手抬起来 1 差不多 然后第二步 2 对 第三步重心往前 后脚抬起来 3 第四步 站起来 然后反方向一样 然后我们我简单喊拍子 咱们来一下好吧 走 1 2 3 4 5 6 2 2 3 4 5 6 没关系 5 6 7 走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我是一个不会跳舞的人 但是在他的带动下 我虽然没在台上 我在台下 我也跟着学了 还有感染力 然后这个我发现他跳舞的时候是在这个全情投入的 那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 好 好 谢谢 这个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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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我们的感觉就很迁腐 因为他接地气 有态度 但是没有刺儿 有棱角 但是能够学会把他去隐藏的一个很聪明的男生 来 我们来看到职场情商课堂 通常招聘喜事上写着学历不是问题 能力最重要 工资面意 尚不封顶 多劳多得 理解一下 这什么意思 这个说学历不是问题啊 他就会看你的学历 然后给你谈工资 然后能力最重要 就是然后多劳多得 他可能就不是一个说特别大的公司那种 就是每个人分工特别明确 可能就是让你什么活都干 尚不封顶呢 其实他怎么可能不封顶吗 其实就是可能没底薪低吧 意思就是底薪特别低 我觉得 我发现他脑子挺灵活的 他挺明白的 对 而且他在解读这个过程当中 既把意思解读出来了 又解读的不那么刻薄 今儿你整场的表现 我都挺惊喜的 就是街舞跳那么好 就艺术范儿也有 还愿一面授钱工程师 那在你的倾向性上 你是想围着自己 当年学的专业 授钱工程师也好 往前走 而不是你的 业余爱好街舞 对吗 我没有想过 做全职的舞者 因为我 其实我意向的企业 是互联网公司 或者是文化传媒公司 这两个行业 因为我觉得 这两个行业是 一个是我喜欢的 一个是我专业的 我喜欢跳舞 如果我把这个 跳舞这件事情 当成工作的话 把它做得很商业 很利益的话 我觉得 就是我对跳舞的 这份热爱 就没有那么纯粹了 我就想让自己 一直保持着 这种热爱 你相对而言 比方说 自己具体的 有什么样的业务 想做的吗 就是 比方说你编程 肯定不想干嘛 比方说授钱 你想卖什么样的产品 有考虑的吗 就是在互联网公司 能够卖产品 就是说 做一项授钱 这样的工作 然后在文化公司 我其实 我还是也挺喜欢 这个英朗文化的 再次确定一下 底薪不低于5000 没有 底薪不低于4000 实习 实习不低于4000 好 如果他能爆灯的话 每个人准备 一个1000元的大红包 第二轮选择 去火流 还有9000 还有9盏灯 5000 我特别说明一下 金城 我给你提供一个 就是授钱工程师 或者是项目助理的岗位 你喜欢那点 业余爱好 在我们公司 因为我们做健康的嘛 很多地方都用得到 所以我给你一个工作机会 我给你提供的是 我们随风保篮球俱乐部 这边的这个项目助理 小玩家这边给你提供的是 一个活动策划 我们是一个做文化的公司 小玩家本身在中国是 目前是第二大的自主IP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在这边有很多活动 都可以享用它 共同地人在深圳 金城你好 很喜欢你 下半江战是一所互联网的 职场人的企业大学 每一年大概我们都有 50到60项赛事左右 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举办的 我认为你不仅可以 做大赛的策划 同时还能真正地 跟用户们嗨起来 金城其实你有销售的特质 所以我们有这个 2B的销售的岗 就像上面写着 这个我们提供的底薪呢 是5000 然后上呢是不封顶的 因为金城 因为我看你是四川人嘛 我也是四川人 而且我刚来北京不久 那黑洞呢 是一家专注于 人工智能领域的 一个投资公司 到这个公司 你会发现 你有很多特别好玩的 特别有未来科技感的 一些产品 然后我给你那个岗位是 产品助理 金城 我们是一家 家具的话 新临售的企业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在深圳 因为我要说明一下 我们公司是这样 就是说实习生 我们定的 定岗定的就是3000 那保利豪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其实就是我们舞蹈 课程项目 课程项目板块当中的这个研发 然后同时呢 未来会去提供再线课程 做内容输出 然后工作地点在北京 薪资是6000 我们这边呢 是做教育的 然后面向的主要的群体是中职 高职以及本科这样的学校 那么我们给学校提供一些专业建设的解决方案 整体解决方案 以及向他们输出一些资源内容方面的产品 那给你的职位呢 是2B的 然后给你的职位是销售专员 但是工作地点在上海 灭七闪流两闪 是吧 有请赵小叶李雨昕弹前不伤感情 这个价格可以吗 价格可以 你心里有数选谁吗 有没有数 有数 真有数 再补一句啊 好像你现在选工作 有AI部门 又有专业研发部门 又能用到你现在跟你喜欢的舞蹈文化 有关的这样的公司 其实交融到一起不容易的 你一个新员工在选工作 对于你原有的学了四年的那个专业 又要去磨合和尝试一下的话 不如选一个跟自己本专业有关的岗位 好 我们这边呢 就是我还是那个话 就是你作为一个刚还没有毕业的新人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想知道世界什么样子 最合适就来我们这边 最终你毕业之后 你愿意去哪 你其实还有更多的选择 但是你从我这样一个起点上 一个平台上 你能见到更多的机会 考虑一下 这是你最后的选择 银朗 健康有益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健康有益 去吧 今天的表现 只能给自己打 85分的 因为还是有点紧张 然后想表达东西 没有表达出来 最大的收获是让我明白了 我到底是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什么是工作 什么是生活 未来的话 我打算就在互联网领域 这个行业上 一直一个岗位 一直往上爬 对 不会随便地转岗跳岗 终于到我上场了 让我看看 长知识 酸奶能不能让我 长长知识 依美琪 女22岁辽宁人 沈阳城市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播音主持方向 各位老师好 我叫依美琪 是一个喜欢 艺术感和质感的女生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的舞台 想找一份 有关于传媒类 有发展空间的工作 谢谢 蜜美琪 你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我还是有一点天赋 插眼观色 有天赋 现在吴胜笑得很开心 你猜他在想什么 是笑我的东北话吗 你是东北人吗 我是东北的锦州人 然后就抖音上 你质疑 我质疑了吗 你来一下 你学一下 学一下 大脚 大脚 啥 你上哪儿去 走啊 上街买个雕去 买个雕去 你能这样吗 你能 你们 你能把他们的名字 一遍念过来 用紧直话 叶老师 你好 找我 找我啥事 一会儿 打麻将去 你哪儿打麻将去 这就是门耳屋呗 小黑屋 特别可爱 开朗 傻大妞 但是又能给周围的人 带来欢乐的一个 很正能量的一个姑娘 你的性格属于 女汉子性格吧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是吧 那你应该很喜欢 声张正义咯 声张正义 这还好吧 我觉得东北人的性格 就比较豪爽 我看你好像也挺 操的嘛 操那可能是体现在 肤色上 我觉得其实这个 注意形象这是好事 如果你找个男人 比你还精致 天天敷面膜 敷的三个小时 没有两个小时 不出门 你喜欢这种男生 其实我可以接受 我觉得讲卫生 也是个礼貌 也是一个好习惯 你喜欢这样的男生 一个操劳 就喜欢一个 对不对 可以理解 既然是在找 实习工作一定是导演于自己专业相关的传媒 是吧 哪个岗位 能尝试尽量多的一些岗位 只要和传媒有关的 工作内容与它沾边的 能感受一种美 或者艺术的氛围的 我觉得就OK 要看一下它的背景资料 这个是跟我以前的实习经历有关 这是我之前在艾奥杂志做这个电商运营方面的工作 那其中也包括一些美妆稿件和时装稿件的编辑 然后第二张图片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电商内容平台进行的一个单品的内容介绍的一个截图的封面 然后下一张 我们一周一个人的话 大概是会写四到五篇时装或美妆的稿件 那第一张呢 就是我们以往的一个专辑吧算是 写产品的描述 测评吧算是 测评 对对对 或者说什么一些经验分享这个方面 你想做这个工作吗 一模一样 对啊 就写电商的产品描述测评啊 那暂时我就不考虑 为什么呢 你不是干过吗 对我干过 然后我就这个马上就毕业了嘛 进入政治 就要干点不一样的 对我看看我到底最后什么东西能先 那你要多少钱呢 我的月薪要求是大概四千左右 那倒是要求不高 实习 对对对 有地域限制吗 地域限制北京 其他地方不去 不考虑了 来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全流 天生我有才 这个我有一个特长 就是我就特别会模仿别人说话 我叫大家那个一个这个说泰国话的你好 那我们平时在抖音看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教就是撒拉蒂卡 老师您 啊 会吗 泰语的 您好 不会 好 那我来教我们图老师来说一个 此还行 说一个泰语的您好啊 我们不要说撒拉蒂卡 就是个撒呀 要是要拐回去就撒 然后那个蒂卡后边呢就好像加一个 然后就是撒拉蒂卡 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泰语的您好 说完了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哦 你都没去 那怎么了 人家带你领的 你应该给那个带领的人 我分配点就是了呀 对吧 对吧 你还认真想过这事 是啊 你是不是认真想过这事 是啊 我得了奖 还不然得奖为啥不领 因为我从后大大也没 就是那个中奖就很难证 对 瞧吧 这孩子可怜的你看啊 你怎么去领呢 反正你都没去 就是念到你的名字 抽到了一等奖 好 我这是领奖的地方 来 朝我领吧 陆老师 我的年会时候抽的那个一等奖 您看看 你来了吗 我跟您评价了 你都没来 你怎么可能获奖呢 但是您在年会上宣布的是我的名字 然后也没抽下一个朋友 那你看看这个奖 这个奖呢 按道理来说 是贡献给那些对公司有归属感的人 你说一年就年头年尾这么两次 你都不来 老师我那天不是给您去工作 去办事去了吗 你 你这事还赖上我了 你跟我办什么事了 你说说 就是那个 行别说那么暧昧 咱俩可没什么 行了行了 就一台冰箱至于的吗 你一个单身也不需要 我们给那些单身有家的人 他们更不需要冰箱了 为什么呢 都有家了 那肯定是已经有这些家庭必备的这些家具了 那这个冰箱 您看看 你这小子巴巴的 你还 你还考虑的挺周到的 我不给你能咋地吗 那 那就好吧 你就骂他不要脸 哈哈哈哈哈哈 他就变成当年第一个走的人 他真的是身临其境 真的认为自己拿到了一等奖 这可是幸运 啊 其实刚上台的时候 我考虑是不是要收敛一下这种太外方的性格 给人最好是第一印象稳重一点 然后后来我发现老师们对我这种性格反馈其实还是挺好的 我就想就不在意那么多东西了 那直接就做自己就好了 没齐哈 那个有点模糊你的岗位 嗯 因为在座这中间他不是这些都不是直接的传媒 他都是企业中间含有的传播岗位 那如果跟别人给你商务的工作你做吗 商务的工作那具体的工作内容大概是 商务不就是沟通吗 嗯 嗯 因为我毕竟老师我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 我也没踏入过这个行业 如果觉得沟通的话应该我觉得还OK的 他是应该想清楚自己喜欢什么 但他未必能够想清楚他到底能干什么 和能够从他这个未来的岗位中获取能量这样的一个能力 我觉得他们说的挺对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幸运吧 能在这个阶段得到一些这样的建议 可能会让我避免少走一些弯路 嗯 然后也是想在毕业之前多多尝试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岗位 和什么样的方向 嗯 行你要是对自己不太了解 嗯 那就把你的命运交给他们 让他们来看 你到底适合干什么 好不好 好的 第二轮选择去后轮 还剩四盏的 呃 我明朗给的那个岗位呢是项目助理 因为你没有明确的说你在哪一方面特别擅长 所以我只能把你放到项目里面去 你跟着项目走 看你未来最深耕的是哪个方向 我们给你的是市场部的这个助理 呃 采编拨 你都有机会来做 你最爱好像现在不太清楚对吧 但是我认为你的可塑性很强 呃 北京 四千 四千 呃 那小狗机器人呢有产品线都是偏AI这个部分的 然后呢我们我给你的职位呢是呃小狗机器人的市场部的市场专员 好 来考虑一下灭掉两盏留下两盏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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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有请杨荣赵小叶谈前不闪感情 你可以一边问一个问题 呃 我想问两位老师一起 呃 我现在呃的身份可能呃 只是实习的岗位 那会来 未来会不会有发展空间 比如说留用或者说其他的 当然了 我留 我叫你来当然是为了以后要好好培养 因为我们企业培养每一个人都是有人成本的 那我们今天欣赏你才希望你能够在你实习期来加入我们 然后彼此适应 当然希望你能够留下来 呃 那同时也会有这个掌心的这个空间是不是 当然了 那为什么我写四千加是这样 因为我们公司的那个 如果你最中留在活动 就是我们的公关活动这一块的话 嗯 那么我们的活动提成是我们已知的业内最高的 我们整个执行部分 执行团队要达到百分之二十 那如果是留在我们去服务 就是我们自己变成甲方公司了 我们做这个体育这一块赛事的话 那未来的空间会更大 好的 谢谢老师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在市场部的话 其实市场部能够设计到很多跟人 一个是跟你打交道的工作比较多 另外也考虑你的你的这个策划能力 能断你的思维 而且一个好的导师也会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呃 你如果能加入到小狗的团队来讲 我觉得你相信你能够成长非常快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我选择是 我选赢了 谢谢 哦 开心 你真的是就炫耀了自己特别喜欢起 我觉得特别开心 真的是找了一份自己特别满意 最理想的那个工作 我觉得非常OK 其实我是一个顺其自然派的人 那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份工作 到底适不适合 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 但我相信我有信心能和大家好好相处 然后也会把事业闯出一片天地的 因为啊文化太低 所以超越梦想 喝点长知识 一起飞 杨小光男三十八岁黑龙江人 华中师范大学网络教育 行政管理专业 大专赛 床前尽照明月光 仪式地上全是霜 举头望着那明月 我的名叫杨小光 北京官称叫胖岛 干过水暖工 修过脚 按过膜 也卖过酸奶 干了这么多活 总结一个经验 没文化真可怕 通过我自己的学习 走进了北京的导游这个行列 我现在有北京 一百个北京导游群 2018北京导游之星 培训过近千人的北京导游 在这儿呢 我很平静 现在呢 很显得很纠结 想找一份旅游自媒体 或者培训师的工作 谢谢各位尊敬的企业家 你平时工作也是这发型吗 我的这个也是为了在 非你莫属 非黄腾达 为什么要保持这样一个发型呢 是导游要这样做吗 我觉得一定要有个性 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要旅游的一个自媒体 其实也不是光旅游 就是一个新自媒体 自己的一个展现 想吸引别人 是这样的 今年38 对 竖猴子的 什么时候干上导游这行 就2002年那个时候吧 2001年的时候 就之前就来北挑了 对 就你刚才说的那段经历 对 以前修过脚 后来怎么就修脚按摩 变成导游了 你跟我说说这事 说起来就是从一个 不知 求知 到认知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说了 没有文化 真的太痛苦了 因为我修脚按摩的时候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我能 我不能跟我同学说 我不能跟我朋友说 你不能跟我亲戚说 这个修脚按摩 都是丢人的一件事 怎么丢人的 我觉得如果你要跟朋友 同学说 你是干嘛的 工作的 我是修脚的 按摩的 我好听点是按摩 再说不好听一点 按脚丫子的 每个行业没有高低归线 只要你这么干得好 你能解决这事 人家就找你 对 这就是尊重感 后来回头再想 360行行行出账点 是是是是 后来我在想 如果我回头再看 我现在刚做了旅游 我修脚把它再修好了 也有连锁点 也有很好的 真的有 我觉得这个成长的经历 只有人经历过了 才能说得出来 说得出来 从回味的时候 用岁月去回味 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 我在修脚按摩的时候 真心的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说你导游吧 导游的话 更有意思的一件事 从我这戒指说起 作为一个男人 不能飘 你怎么说话老跑偏呢 又说到戒指 我说你怎么干上导游的 你先说 从这个01年左右的时候 来了北京 到故宫那儿 有个小女孩在讲解 我觉得我也行啊 然后我就报名了 没想到 真的把它证考下来了 从那开始就做了导游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干了导游之后呢 干得好不好 干得非常不好 因为笔子低 还有一个情商太低 老爱跑题 在导游的过程当中 情商低也会跑题吗 那必须去年 2018导游大赛 就是因为跑题 前进四名一下 我就能拿到那个铜奖 结果就二十四 还是跑题的了 就跟刚才发生的毛病一样 谢谢 我把你给随时给揪回来 谢谢您 谢谢您 这可能因为我的文化 这个底蕴不对 而且我老活在我的这个 自己的这种世界里面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 就是爱跑题 那你就是说前几年导游干得不好 对 特别不好 前几年 几年 最少在我爱人之前 你爱人来了是吧 那你是遇上你爱人之后 对 你这个导游的事业 才真正开始辉煌 对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呀 他是刚刚来北京 他没出过男朋友 刚刚来北京不到二十天 在这个前台呢做迎宾 我呢喝着酒 栽栽扔扔的就往这个酒店门口进 结果呢就遇见了他 然后里面的酒店经理 说你们俩挺合适的 然后我们就阴差阳错的 就凑到一起了 那真是一个神奇的酒店经理啊 他也干了酱 今天我干的这事啊 他说的情况属实吗 是是这样子的 你怎么会认识这样一个喝得醉醺醺 栽栽楞楞的人 开始是不是很喜欢 只是一个姐姐吧 她是说您可以跟她交流一下 我其实是差了 我认为是另一个导游 后来跟她能走下去 应该是她带团 我没有做过旅游这个行业 她带我去了一下长城 我觉得听她讲解好像吸引了我 长相是没有吸引我 你讲一下长城 我们听一下看看能不能吸引我们 讲一下 就当时那场景啊 首先祝贺大家将要成为真正的好汉了 一会儿我们将登上北京的八大岭长城 真正领悟到不到长城 非好汉的意境 屹立在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 被誉为中华之魂 把我们鲜血 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永远是国歌中最高亢的一段 天高云淡 望断难飞燕 不到长城非好汉 爬到山顶一身汗 回家想想不遗憾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这一段把你征服了是吧 好像有好感嘛 就有一点好感 哎 后来说到这戒指 你刚刚不是说戒指吗 戒指怎么了 打断一下 为什么我这戒指一定要说呢 有点强化了 因为这也是我的一个亮点 这么些年呢 有点有点好感情 我闭嘴 去尖 感到 我闭嘴 活残 判 劲 让你 看 我 无 轻 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能拿出自己的真情 再配上它的语言技巧 它是一个很好的刘贵 现在生活怎么样 有房有车 有孩子了吗 有 有 那你现在已经出了名了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叫胖哥了 然后这次媒体也做得不错 你该继续干吗 你跑这来干吗 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 不能说自己有多大 我就是一个正能量 特别想把我的快乐呈现给大家 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你今天就是冲六人油来的 不是 这些地方我都有所了解一点 你要转行 你不做导游了 我要做自媒体 我觉得就是每个企业 都有它需要自媒体的一块 然后我们能有思路 把它更好地去开发 那你应聘的到底是什么职位呢 自媒体 旅游自媒体 或者是各个企业 它都有它的自媒体 你要求薪资多少 6K到8K左右都可以 你干什么 比如说帮企业编一些 这个合适的打油师 送口溜啊 最低薪酬六千 可以 有地域限制吗 北京 必须北京 因为老婆孩子在这 两方 双方的父母身体都不好 父母在不远行 百善孝为先 子于孝儿 心不怠 我就感觉我身边呢 有一个中华诗词土字机 你知道吧 来 第一轮选择去口里 还剩下五张 天生我有才 我自己自编自导 自演的一首原创歌曲 说唱北京 先鼓掌 后欣赏 鼓掌的都是董事长 谢谢鼓掌的好朋友 万里长城 永不倒 来点掌声好不好 魅力北京五都城 政治文化大中心 代表中国欲世界 世界遗产美名阳 引经据点说历史 听我细细讲分享 故宫建筑盖天下 雕龙画风不简单 可能也这就是我的一种风格 就是接地气的大白话 我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语 我也华丽不了 但是我认为 我自己的 这是我多年 自己悟出来的一个特点 勿忘历史勇牢记 北京胖岛讲传承 讲传承 说传承 听我聊聊北京城 北京城的规矩多 听我慢慢跟您说 先说请 透过您 牢记些些用的琴 只排土不排外 一句新声 甄崩贵 你确实还是很值得鼓励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选手来 他觉得新媒体很好 抖音很好 什么什么都很好 就是没有试过 而你确实从一个 很普通的导游 甚至从一个按摩师 开始这么一步一步 去尝试新的 这个确实非常需要鼓励 我就是想创新一下 因为我这些年 没有人给我名师主录 所以我就想寻求 这么一个真正的名师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留下来的五盏灯 都是不同的企业 假如我现在的抖音号 让你来运营 你下一个发什么视频 我要发一个 就现在从一个修角的 那么一个小山沟里 走出来的一个孩子 能跟到我们大主持人 我岳母的偶像 站在一起 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 发在我的抖音上 那取个名字叫什么呢 叫励志 再想一想 其实它是没有一个 清晰完整的思路的 也就是说 旅游才是它的根 如果脱离开旅游了之后 它就变成了无缘之水 来 我们进入职场 行商课堂 招聘启示写道 我私包三餐 有期权激励 实行扁平化管理 薪资全行业最高 他就是想把 你的所有的能力 潜力都挖出来 跟着这个企业一条心 一直走到底 我觉得这说的就是我们公司 首先他告诉他 他认可你 他告诉你 包三餐是我们公司的福利待遇好 有期权激励 告诉你有未来 扁平化管理又是你的工作环境 总而言之 想告诉你的是 不管你的现在 还是你的未来 还是我们的福利待遇 我们都是现在行业最好 我怎么觉得这种招联系 是一眼看上去 有点不太靠谱呢 我有一个问题 就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因为之前就是网上 也有一个这样的段子 然后是这么解读的 我不知道解读准不准确 他说我们公司包三餐 就是我们公司要加班 加班时间不定 然后没有加班费 你可以死吃 但是多加班就好 然后有期权激励 就是创业公司 现在不能给到你什么承诺 所以就先告诉你说 有期权鼓励 但是这是很后话 实行扁平化管理 领导跟我在一个屋 薪资全行业最高 没有年终奖 其实本质上他说明一点 就是这个企业 现在很需要人 或者说他们其实 还是非常重视人才 但是真正的企业说 这样到招聘其实上 这么写 确实并不多见了 就很极端很极端的 就这样的招聘 感觉如果不是 这公司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一定是 这公司一定是一个早期公司 所以这说明他很单纯 无论外面 会有多少的 这个花花世界 无论飞多高 不在乎飞多高 关键是安全平稳着力 我一定要着着地 来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还有两站的 直接进入谈钱不上感情 一万七千 这样的薪酬可以吗 底薪 曹总我觉得 我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就直接说要他加多少 我的意思一定要一样 这样的话 我会把所有的点子 所有这38年的 所有的这个 接地气的 大白化的 最土著的思绪 都给您 一万 不 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 你现在最需要的 不是说你如何去 把你的想法 去肆意地去实施 而是踏踏实实回到 你导游旅游顾问的本身 职业上来 你先把旅游顾问 这一项做好它 然后我们可以去探讨 你更多能力的东西 曹西我刚刚就是想法 我觉得他可以从一个 暗角的 你能够从导游 你能够拿自己的读音 我觉得其实这媒体 刚刚好需要这种人 不要给自己一个框框 我们单单那个 微博的主题 可以去到 1.651的人群再看 那我觉得其实 你会把他的影响力放得更大 好考虑10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六人游 小黄鸭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有江湖的地方 就避风堂 热辣爆香 避风堂大虾 我偏脆辣鸡腿肉 燃爆双层肉货 肯德基 避风堂大虾鸡腿双层宝 好考虑10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六人游 小黄鸭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去吧 虽然有点跑题 这也是我的特点 没办法 这么多年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感觉 跑得还不算太大 跑得还算回来了 我对这个六人游的 曹总的选择 我是很满意的 我们这个行业内 是有加的 所以我觉得 也是合适的 我肯定要 重新的梳理一下 一匹野马 跑出去以后 毕竟这么多年 要是把他拉回来的 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我坚信 努力就会有结果 在职场当中如何处理一些人际关系呢 无论你是身经百战的职场老人 还是初入职场的小白 与人为善 是和他人友好相处的第一要领 没有一个人会喜欢和一个处处和一个处处与人作对 说话总是喜欢怼 喜欢戳别人痛处的人 所以情商要高一点 要注意一些交往的要点 以免让自己陷入 以免让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在职场当中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 要有原则 但要掌握得到 不能过于强硬 但也不能过于的软弱 坚持自己的原则 把自己的工作态度和立场 以及出事原则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你也要懂得去采纳他人的意见 这样别人就知道你接人待物的态度 知道你的底线和主张 也不会强人所难地去要求你做一些 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完整的节目内容 下期节目不见不在